我们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新疆有很多的老师和孩子们 特别需要我们 我们也很有成就感 我叫刘乐天 38岁 2020年3月份 如的讲是北京市第十批北疆干部 到和田是第三年了 我有好多小学的同学 都是新疆的同学 从小的时候就觉得 特别想来新疆看看 也特别希望为新疆人 少住民族同胞做一些事情 我是从首师大上学毕业的 我是学化学的 后来到大四的时候去实习 当时去了一个相对比较薄弱的学校 有很多的孩子 没有很好的家庭教育情况 特别依赖于好的老师的这种 人生导师的这种作用 我就觉得教育系统 特别是老师这个岗位 还是很神圣 很崇高的 而且社会很需要 所以当时就从首师大别以后 就很顺理成章的 当老师赶得益工作 我想来了以后 首先第一步就是充分了解 这个地方教育发展的现状 我们就到有个村里头帮助 学校的书类校长 老师 出出主意 学校应该怎么办 所以每去一座学校 基本就是小半天 两三个小时 一天跑上四五所 大概跑了一年半吧 250多所学校 基本上都跑掉了 会唱雇佣者吗 我们就养一个厢势 是阿特勒校 在沙漠的身上 这次是最边缘的厢势 那么我们去了以后呢 帮助他们出主意 找资源 帮校舍 找老师配齐 让孩子们的生活 和学义环境 更好一些 包括带着我们的园匠老师 一块过去 每个学习大概要去个 三四回啊 原来我们这个 学校应该是74人 经常跟他们 有点交流 做好欢迎关爱 每年我们派专家学者 来和田调研指导 培训 每年也派我们的和田的老师 去北京跟党 培训 学习交流 通过这种双向的交流 交往交融 和田的很多老师 初心使命啊 就树立起来 包括我们当地的这些 老师和孩子们 他的自信 明显地得到了提升 从一零年 新一轮对口原疆 北京对口 和田地区以来 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盖学校 通过这12年的努力 应该说我们做到了 和田地区 每一个孩子 都可以在东地的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工 指导 救护 而且基本上全免费 办学条件也非常好 硬点条件也非常好 海淀区支持 在和田市成立了 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 和北京海淀幼儿园 海淀小学 那是自治区的 组团室教育员江的 试点学校 对 应该挂得上太沉了 从18年正式开门办学 到现在4年的时间 已经送出去好几位校长 和好几十位 优秀的骨干教师 长住三年 基本上就是第二故乡了 有很深厚的感情了 至少能用特别的淳朴 特别的善良 每年都会派 刚过我们的菜过 这三年 我们这一批人 完整我们的出钱十年 接好上一部官的盘子 为下一波 打好基础 做好准备 这是我们要做的 对 这一批人的 引导一下 可以不及